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小鼠咖啡 Small Mosey Cafe的创办人郭玉阳先生 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玉阳你好 你好 玉阳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鼠咖啡 它是在你 怎么讲 学生时代 因为自己是从事 你的科系是跟设计有关 对商品设计 要熬夜 要喝咖啡 没错 喝出来的 对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就是 但很有趣的地方 你很有才 就是你不只是会喝咖啡 你就是一头栽入到这个里面 同时还有另外两个很迷人的元素 是调酒跟这个黑胶 所以你的工作是 你每天的工作 心情都非常愉悦吗 对 对其实以心情来说的话 当然是很开心啊 因为这两个部分都是我自己的个人喜好 对啊然后就是在于就是 就是就是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然后又同时可以跟其他就是同样有爱好的人交流 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激励跟一个的一个认同这样 嗯嗯嗯嗯嗯嗯 你目前就是在IG上面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些自媒体上面然后有做这样子一个分享是从2021年疫情的那个时候开始去很很大量的开始去做分享对不对 哦对嗯嗯那个分享的感觉就是大家其实你觉得你已经有被看见了 哦对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的角度会比较倾向是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自己自己制作咖啡的过程这样 哦对啊然后就是跟就是有点类似像那种就是科普科普小教师的感觉哦对就是跟就是跟大家说哦就是就是有这种咖啡啊啊然后这咖啡可以加入什么东西啊啊这样子啊然后就是咖啡居然可以跟酒做结合 对就是就是我有点倾向说是有点类似像一些就是有一些账号他不是在分享就是就是一些那个那个制作制作食物上面的一些做法这样 嗯嗯嗯嗯对我那时候是比较倾向这方面 嗯嗯嗯嗯哎如果我现在呃现场考你啊就是呃你自己这不叫考啊就只是问说你最喜欢的一款那个调酒然后加上咖啡嗯是什么 我自己是蛮喜欢咖啡马丁尼的哦对因为咖啡咖啡马丁尼的话一般的做法都是用浓缩嘛就用那个espresso这样子然后直接就是去跟马丁尼去做结合哦对但是其实其实咖啡马丁尼呢我觉得它我觉得它好玩的地方是说你这个咖啡的部分其实是可以用其他的元素就你可能也可以用手冲啊或者是说你也可以用那个你也可以用彩缝去去冲组这样子对因为它就是就是 就是它咖啡不同的浓度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体的口感嗯嗯对然后因为就是就是喝饮料这部分是比较会偏向主观嘛就每个人喝的感觉不一样嗯嗯对那所以那所以我会就是就是我还蛮想知道就是我自己会属于哪种口感的嗯哼对然后我会一直不断的去去记录下来就是说就是就是我这一杯是用手冲的 那我这一杯是用采缝那我可能这一杯我是用espresso去去淘的它每一个不同的就是就是不同的时间长度跟不同的对就是用不同的咖啡的那个的那个细度去冲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你现在是跟我说完全不一样吗嗯对不一样哦我觉得你的舌头什么各方面可能就是更在这个地方但之前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 这样子是你长久经营在里面才变成开始有那个对那个辨识度就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维系对不对对一定的好那我现在问一下就是说好你在尝这一杯呃刚刚说Cafe Martini是吗对Cafe Martini然后你会搭配什么样的一个黑脚唱片呢哪一首乐曲Cafe Martini的话我会我会还蛮推荐那个那个皮头斯在1985年的时候发的一张 那一张专辰然后那张专辰的话就是就是他里面有首歌我还蛮我还蛮喜欢就是他就是哎他他那首歌的名字我如果没有说错的话叫做叫叫Here We Go他他那首歌他就是他歌词其实还蛮还蛮立直的啊然后就是他给人一种是不会太激情然后是说太就是太过于激烈这样子就是他就是有一种就是他就是用一个很陡的方式就是跟你说 啊没有问题的啦你就继续往前走就好了这样子是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就是就是他在就是他在你就是心静下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慢慢跟你说哦我跟你说其实前面没有问题的嗯对然后对啊然后就是我觉得说就是以这首歌的调性然后跟就是Cafe Martini的话就是Cafe Martini就是他对我来说就是对我个人啊对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可是对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他也有让我 就是就是达成就是让我心里面非常平静的一个的一个作用这样子嗯嗯对那所以就是以我自己个人的想象想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喝Martini的时候就是我如果听到听到就是我刚刚所介绍的这个那个Pittos的那个Here We Go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就是在我可能一天下来我脑袋很昏暖的时候这两个组合是一是一种我的那个定型记忆的感觉 其实你是从那个疫情2021年的5月吗就开始跟大家这样子的分享然后我的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你有讲一句就是我们未来见我觉得现在就是当初你所谓的未来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已经让你要真正从你的这个工作室跨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已经要推出商品了 在很多人在很多人的支持下包括你的亲人他们都支持你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看到你5岁的涂鸦然后放在这个咖啡绿挂包对啊你要不要展示一下对好的就是就是上面的这个图对对以下都是5岁的我画的好哦 诶谢谢哎哟这个 对我个人的话是还蛮喜欢这个的 是 对对对对就是对啊就是你看有飞机然后又有恐龙 对因为因为我当时其实还蛮喜欢看驻国际公园的 嗯哼哦好哦好哦 对没说驻国际公园就是让我让我有很多想象的空间这样 对啊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小朋友都会把他们就是所看到的东西都会马上画出来 我觉得那种内心丰富的小孩子啊呃都活在自己的一个向内探索当中然后都会让别人觉得说哦他好内向哦 但是对你而言一旦你打算要把这个推出来他就是属于一个商业操作的部分你是从这个内向要走出外向这个部分你花了时间让你自己真正让自己准备好对不对 嗯对没错其实这一路上转变是真的花蛮多的时间跟心力的啊因为就是你要从一个 就是你不太敢去跟别人分享你的想法然后一直走到时候就是我现在我 对啊我在外面我在卖我的咖啡或者说就是接受任何的访问啊 对啊就是就是我觉得我 就是就是我给我自己这一路以来的的的的努力是还蛮肯定的对啊 因为就是说就是当初 就是当初我就是我我把我自己就是关在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世界 对啊就是知道就是有点像山崖台那种感觉啊就是说就是说可能我的内心对我 确实是对很多东西都是感兴趣的 是然后啊让我自己也是会愿意花时间去投渡的 是对但是就是当你自己去享受这些东西跟你去跟别人分享这些心情的时候 这是两回事 是对对没错所以对所以所以我对啊所以所以我试着把我自己的想法去跟别人讲的时候 我自己又会就是这中间我又会去怀疑到说欸那我这样讲别人会不会理解 或是说就即便我讲了别人会有兴趣吗 对这中间会有这些碰撞 对那这些碰撞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对就是这个过程里面的挑战这样 对对那如今的话我觉得我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有成功的走出来了 就是就是当我真的要去就可能例如说像我推我推行我今年的绿瓜包的时候 对就是我就是不会再花时间再去思考说别人会不会接受的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是我跟我朋友们一起合作出来的结晶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觉得他就是好的 就是一定要让大家去接触到这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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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个自信度完全不一样 就是呃这个就是底气啊 然后所以你在这个当中 然后呃到目前的这个阶段 其实很多人啊在你这样的一个分享过程当中 你的那三个元素是需要有店面支持的 所以他们很希望可以在店里面你做一个老板 然后跟你聊天就像你在日本的这个东京街头 你进到那一家店 他是你的一个梦想 未来的店你想要开成那样子对吧 对没错 是个什么样的店 欸他是一个就是他虽然规模不大 但他就是整体的 他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温暖 对啊然后就你可以坐在里面发呆啊 或者说就可能随便聊个就是平常的事情 或是抱怨工作上遇到的委屈啊 对他就是一个会让人很放松的空间 对啊然后那个老板他本身也是还蛮健谈的 对啊就是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也会很好奇的就问我很多跟台湾有关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我是外国人嘛 对啊然后所以就是他他自己本身 就是他也是对于就是台湾的一些 就可能例如说饮食文化 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可能 就可能他知道台湾人很喜欢日本东方的时候 他会还蛮吃惊的 对啊然后对啊就是就是这一系列的互动之中 然后我就可以感受到说 就是原来因为我其实本来对于日本人 我会有一个经历影响吧 就是说他们会跟人之间保持一个距离 对但是就是这位老板呢 就是他就是他他在进行他的专业的时候 就是他又会不定时的就是跟我分享的 就是他就是他创业的这个过程啊 对啊就好好说就是他对于咖啡的一些看法 就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学习 就让我知道说哦就是就是多了一份视角这样 那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当初叫小鼠咖啡small mousie 咖啡的一个原因吗 对首先就是过敏思义小鼠咖啡就是就是老鼠的意思嘛 对那我自己就是一个老鼠的爱好者 你叫你让别人或者是你叫自己阿鼠 对没错我的 nickname OK 那你想要就是一般人对老鼠跟咖啡没有办法产生连结 可是你就是作为老鼠的 对没错我想扭转这一切 你扭转没问题可以的 那那那你讲一下你的一个短中长期计划吧 嗯好的就是我目前现阶段呢 我就是会向大家展示就是我今年所贩卖的这些商品 对就是像前面这些就是咖啡豆的部分跟绿瓜包的部分 对然后再来呢因为 因为呢我一直有在计划说就是我在考虑投放广告这部分 对那广告这部分的话 我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 我会开始去执行这个动作 然后并且就是我在我在宣传的这过程之中 我当然也会去融入一些就是我可能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 对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当初创业的一个初衷 我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让大家去认识咖啡之外 我想要知道大家对于就是目前的环境 就是大家对于咖啡的喜好 或者说对于咖啡的一些想法 就是这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嗯哼 对那再来就是时间如果再拉的更长一点 就如果说是中厂的部分的话 我会希望就是在就是在在宣传跟贩卖的的 就是这个过程啊 然后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我能够把我的产品销售到国外这样 是 对就可能例如说日本 是是是 对没说就是我希望我也希望说 因为我在今年贩卖的产品里面 有其中两支是台湾本土种植的咖啡豆 对那这两支咖啡豆呢 就是我就是就是我从学咖啡 然后我接触过这么多的台湾咖啡豆以来呢 就我觉得这两支是我觉得是 台湾咖啡农民辛苦的捷径 OK 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打破我对于 他就是台湾咖啡豆的一种印象 好哦 对没说所以我希望我希望未来有机会 我会想要把我的商品卖到卖到海外 就让海外的朋友去喝到就是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品牌 跟咖啡豆 嗯这样 所以你花了时间到日本 然后也是做类似这种商业考察吗 哦对这是这是我的计划之一 嗯哼对 嗯那呃在做这样子的一个 嗯怎么讲说三元素 然后把它放进来 你自己有没有因为就是说哦 现在真的要商业了 然后什么都要烧钱 然后那你这样这个时候喝咖啡睡得着吗 嗯我都是焦虑的时候喝咖啡 哈哈哈哈 然后所以它不会让你失眠对吧 嗯不会因为嗯这这应该算是好事吗 因为因为老实说我现在身体状况 已经变成说是我喝咖啡 我一样可以睡得着那种程度 这挺好的啊 嗯嗯对 然后如果说把那个咖啡 然后再加上就是你刚刚说的调酒元素 你未来是有可能看能不能够能够推出商品 然后这个部分就是让自己放松 很好助眠对不对 嗯对啊 我觉得不只是很好很好助眠也很助兴啦 对啊 而且再来如果说未来 对未来就是如果握地面的话啊 就是就就就当然就是 大家平常如果去过酒吧 还是那种聚酒物的话都知道嘛 就是大家喝完酒的时候 一定都会把自己的内心给放开这样 是 对没错 所以所以说未来我展店的话 我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方向 嗯对就是就希望说就是 就是白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喝杯咖啡啊 然后就是就是稍微发展一下 然后去整理一下持续啊 然后晚上的话啊 对晚上的话就大家就是就下班了嘛 就大家就解放自己嘛 嗯对就不要太害就好 嗯对 说实在的真的很希望这个三眼元素 带给大家的是助兴 然后甚至它是完全不影响睡眠 一旦你到了一个放松的程度 它是很容易入眠的 希望你把这样的东西带给大家 让大家认识更多的你的一个 向内探索的这个世界当中 然后这三个元素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平衡 再次谢谢今天小鼠咖啡 small music cafe的创办人 郭宇洋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那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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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